由于堤坝绝口大 水流湍急 为防止沙袋被冲走 官兵们先将12米长 一吨多重的钢桩打入坝底 充当立柱 然后再加装三角钢架投放沙袋 同时部队还派出官兵进行堤坝 想修封雇作业 防止大堤继续坍塌 人工搬运沙袋速度慢 为了提高作业效率 官兵们还架起了沙袋传送袋 经过连续五周夜的奋战 官兵们修筑起长60多米 宽6米的堤坝 为大型工程机械进驻 创造了条件 我们来的时候 封堵区域唯一道路是梯顶通道 腹背淋水 作业场地娇小 路级由于长时间的浸泡 导致十分松软 大型机械和重装车辆都无法进入 现在这些机械进入后 施工进度明显提升 工兵连战士王帅 家住在绝口下游 30公里处的村镇 拉铃河出现绝口后 正在休假的王帅 毅然决定来到一县 与战友们共同修筑堤坝 作为一名军人 灾难面前 我应该跟战友在一起 与时间赛跑 与鸿魔抗争 虽然我家有受灾的风险 但是如果绝口堵上了 能保护更多的人民 连续的高温天气给救援 带来了更多困难 许多官兵皮肤被晒伤 但他们不怕苦 不怕累 连续奋战 今天上午十点 随着最后一段缺口被封堵 长100米 宽7米的堤坝绝口 正式连通 作为人民军队支援地方建设 参加强险救灾 既是使命要求 更是值得所欣 受了任务后 我们旅官兵夜以继日 连续奋战七天八夜 打装500根 投送杀石约6000立方 与当地政府密切协同 实现了同心霸 顺利合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